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鄉親大家好 現在我這裡是 这里是Spring Hotel 我在这里做个视频 在这一个视频 这里呢 这里正在做一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 我们就做一个录像了 这个录像 今天是2022年9月18号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叫做博士特尼亚布鲁哈的 那么也就是Garry斯坡的那个 独有亚图这个地方 这个主店呢 这个是Hotel 这个这个 这个是重新啊 上次张亚忠来大跨虎做熊门学校的演讲 啊 啊 讲这个那个 这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建校 那么就是 他就是在这里啊 啊 他就下场在这个酒店 今天呢 今天呢 在这个酒店呢 我今天呢在这个酒店呢 一个是欢迎他 另外一个是呢 啊 一个是呢 在这里呢 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 speech 啊 啊 这个呢 我就不用这个 用什么了 那么就是 在这里呢 啊 这个 我呢 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 第二次主任演讲 就是 啊 一个是欢迎支持了 欢迎那个张亚忠 校长呢 总校长呢 来那个 华盛顿呢 做这个 第四的演讲 我也希望他呢 通过这次演讲呢 能够 使台湾人民呢 对这个 嗯 台独和独台这个 这个 有一个概括的认识 对这个 两岸关系的未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解决方案呢 能提出一个 清醒的思路 那么 首先呢 就是 那个 这个 首先呢 张亚忠就提出一个 啊 大陆呢 没有提出一个提出 就是 国家统一前的故事 啊 他提出呢 其中呢 国家统一后呢 叫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这个解决方案 我认为呢 啊 他的理解呢 可能说 有些 有些 不够周全 那么 我就提出来啊 啊 在这里呢 补充一下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张亚忠呢 提出那个 国家统一前 我们应该怎么做 啊 首先呢 啊 国家统一前 两岸这个 想要避战呢 就是要有一个名分 大家都知道了 有一个故事 想要避战呢 就叫定名指鸽 就是 这个市场上 你看那个兔子啊 有很多兔 就是兔子 卖了很多兔子 没有人去买 没有人去抢 可是呢 一个野地里的兔子呢 几百个人去追 这个就叫名分没有定 当你名分一定下来的话呢 就就就 他就是物归原主了 台湾呢 就是因为台湾人民呢 台湾的地位呢 非定啊 所以呢 大家都在抢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 包括台湾政策法 台湾关系法 啊 台湾那个非定 台湾到底是什么晚高 正是因为现在没有确定 啊 没有搞清楚台湾的地位 台湾那个统治当局 到底是什么定位 这个是个know how 必须 现在像统治者 像台湾人民要解释的 要搞清楚的啊 啊 这个首先是第一步 台湾到底是什么 这个首先我想问一下 请问一下啊 这个这个 张亚中 一个校长 和中国国民党啊 马英九啊 这个这个 蔡英文 李登辉 到底知道不知道 台湾是什么定位 台湾的法律定位是什么 我来说一下啊 啊 我就这个问题 我提出来 你可以不同意 我这个想法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这个这个战后的看多宣言 和雅尔塔协议 台湾就日本无条件投降 把霸占台湾的这个殖民地的台湾 台湾岛和恒沟列岛 以及所占有的 规法占有的中国满洲啊 这个等领土 归还于中华民国 这个法律定位就确定了没有 那么中华民国 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 这个这个归还 日本已经把它归还给中华民国 这个法律 也就是开罗协议 你这个执行了没有 如果执行了 台湾的地位 不存在台湾地位未定的问题 也不存在财政员说的 什么 什么美国的什么 什么自治州啊 自治国啊 哪个这个 三尔瓦多啊 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台湾是明明白白 光明正大 这个归还于中华民国这个 这个南京政府啊 就归还于中华民国的政府了 中华民国政府 10月25号 在台湾 这个这个 也接收了 日本的投降 啊 那么就说 台湾的地位呢 台湾的地位 确定没有呢 当然是确定了 台湾的国际法